茶餐廳冰湿文化是香港獨有的 消費不能太高 但是工作時間又要比較長 食飯時間要比較短 做五晚三餐宵夜都可以落腳的地方 因為它食物的品種比較闊 以及它營業時間比較長 畫面中的青年叫謝海發 是一名香港80后 它所經營的經濟兵士已歷經半個多世紀 目前在香港開有十幾家連鎖店 經濟兵士於1967年在燒鸡湾起家 以食物的快速、评价與美味 招攬不少基層食客 曾在香港宏集一時 2012年 經濟兵士因经营者年迈而面临结业 謝海發與同伴得知后 想辦法將小店盤下 于2013年重新开业 為何會選金基兵士呢 第一 因為我至少生長在一個比較 香港情懷比較濃的背景地方 就是廟街 因為我爸爸媽媽在那裏做小販擺檔 那麼我們接觸得最多的用餐呢 其實就是茶餐廳和冰室 因為晚上我們通常就下午4點開檔 到晚上1點才收檔 那麼那段時間呢 你除了茶餐廳其實都沒有什麼選擇的了 出生於香港廟街的小販家庭 謝海發的童年與冰室密不可分 因父母需照看鋪子 一家人的用餐時間非常有限 經常是到附近冰室中打包物美價廉的食物 回店舖中吃 只有在節慶和生日的時候 才能去冰室中點一份雜耙餐 那是謝海發記憶當中每年最開心的日子 基本上我們一年365天都是吃冰室的了 包括可能是沙釘牛肉麵 三文治 乾炒牛河等等 但是最期待就是每年的聖誕和生日了 因為聖誕和生日呢 爹地媽媽就會給我們 去叫一個豐富的雜耙餐去吃 雜耙餐裡面有雞啊 有牛耙 豬耙 很大的絲滑力腸啊 還有有限兆汁 我記得當時 我們每年最期待就是吃雜耙餐 對於我們當時一個非常基層的 小販家庭來講是比較多的了 回顧八年的創業生涯 謝海發說 雖過程中遭遇各式困難 但在如今看來 創業初期的摸索與碰壁 仍令人最難忘懷 也是一路激勵自己前行的最大動力 我就上網就開始找一些供應商的資料 找完之後就打電話去其中一間動肉供應商 我就問 你好啊 如果我想和你訂豬耙牛耙 什麼時候要下單呢 對方的回復給我就是 你什麼時候要啊 你店鋪在哪兒啊 我就跟他說 我還沒租店鋪 我還記得對方說 你是不是玩東西啊 這個例子是告訴大家什麼呢 其實在創業過程你很多東西是由零學起的 在創業路程上很多東西跌跌碰碰 要靠自己要去摸索 如今除自己創業外 謝海發還擔任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主席 幫助在香港18到45歲的青年人自主創業 日前他的商會剛剛獲得由香港民政事務局 與青年事務發展委員會提供的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僅1000萬港幣的創業資金 那這1000萬創業資金 其實我們都是支援一些香港青年人 鼓勵他們在大灣區發展他們的事業 所以十四五規劃裡面提到 香港尤其是青年人 鼓勵他們去大灣區融入創業這個辦法 我們會的會友 和我們自己本人都感到非常高興 因為其實要在我們中國大陸發展 配合國家的政策當然是不少得的 因為國家的政策就像一個順風車一樣 其實只要我們青年人 只要拿著這個順風車 跟著他走的話是事半功倍的